大家好,我在唐山做装修大崔 来大家看看大户型磁砖是怎么铺贴的 我们这户业主呢是一个140平米的一个洋房 一梯一户 整个挑空呢是三米高 现在呢顶面呢是做的五主灯 悬空的一个吊顶 磁砖选择的尺寸 是我们大块的 就是说105的地关整体进行铺贴的 我们呢现在已经贴好了磁砖保护 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阳台这块 从这边可以看到 阳台我们的磁砖是怎么给大家铺设的呢 就是墙砖跟地砖这样的同一个尺寸 让它全部都兑缝 看见没有 全部都兑缝 所以说我们阳台的磁砖也是选择大块的 都是一米五的砖 直接上墙 这样子进行铺贴的 整体的效果呢是要更大气一点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 它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一个户型 这种呢整体的延伸感 就会被一下子拉满了 来咱们看一下厨房这边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磁砖啊 这个磁砖呢就是 地砖呢是连纹的啊 纹路呢大一点 咱们就尽量选择连纹 整体的效果呢也会比较理想 来看到厨房 这边镜头给到这儿 可以看到我们厨房这个区域的磁砖是怎么铺贴的啊 就像我们视频里说过的 如果说你想把厨房的磁砖铺的好 铺的大气 选择的尺寸就一个尺寸 900乘以一米八 这样子的尺寸 我们的造句是放在这个区域 我们这个区域呢 上面是吊棍 底下是地棍 看不见一点缝隙 整体的效果呢 非常好 并且呢在我们这个区域呢 是没有缝隙 也就会很好打理卫生 然后呢上下的地砖 我们就选择了啊 一些库存砖 用的是800的砖 直接上墙进行铺贴的 这样呢它都会被遮挡 整体的颜色呢稍微有一点偏差 但是呢不会影响我们装修后期的效果 包括窗户这块这一侧 也是这个道理 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这样呢 看上你的缝隙啊 就会很少 整体的效果呢 一下就会被拉满了 如果说你家确实费用呢 比较充足 选择磁砖呢 是按照大翠这种选择 地棍用1米5 厨房的墙砖 中间部门呢 选择1米8 卫生间的墙砖 选择6001米2 竖着进行铺贴 整体的效果呢 会比较理想 好了 我大翠 观众召集每个期节 谢谢收看